正宗的广东大菜,台湾很少见,因为功法太过繁复,材料又讲究,连香港的餐厅也都省略掉了细节。 不过今天我们要给大家,难得品尝一下最正宗的传统广东大菜。 一条条的鸭蛇,一片片黑色的是甲鱼群。 这道粤菜蛇战群炉,取自三国演义第43回,是早期广东上游人士在酒家的大菜。 整个流程是以砂锅放入配料爆香之后,加入猪猴酱以及甲鱼群块炒。 再融入鸡汤焖煮,等到收汁之后加入鸭蛇。 最后以四鸡豆为底盘的装饰。 鸭鱼包含这个胶原蛋白,可以对这个鸡上来吃蛮有效的。 另一道白雪藏龙,广东人用上了甘油鱼,他们叫钓片。 师傅切割花骨后,裹上加泥香煎。 把蛋白和鲜奶拌匀,比例是三比一,这就是市面上知名,但是看不到的大粮炒鲜奶。 如果说你这个蛋白太多,它就迎接,好像就吃蛋丸条,所以这个比例是很重要。 师傅传承了父亲传家菜谱,其中有做人,有做菜的珍贵资料,以及为这一整桌的经典粤菜手法精致,市面少见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